本节目由爬断管家智能温控系统赞助播出 谢谢金主 你们以为这期还是小姐姐吗 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东西 这期没有小姐姐了 上一期节目你们的湘衣小姐姐介绍了一下 七彩变色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最后还不忘给我留个课问讲一下 这货该怎么养 虽然你们已经不要我了 但是没办法 这样死养的话再过期我也得亲自来 一般来说变色龙的死养 确实要比其他爬虫热微麻烦一些 有不少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对于新手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难度的 不过也没有必要太大惊小怪的 七彩在这当中应该说是难度相当低的入门级别 首先龙肯定是不能散养的 你就别指望他满屋给你抓门子了 但是他们对环境通风的要求还很高 所以绝对不能闷着 那么楼长推荐用榜箱饲养 而且七彩大多数时间都在树上活动 很少下地 所以榜箱也要尽量选择高一点 箱子搞定之后 在底部铺上电材 这对龙来说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我用的依旧是祖妹的树皮 然后在箱子里放些树枝藤蔓什么的给龙攀爬 最后放些植物营造点大自然的感觉 让他们觉得我没被抓我还在家 在这里要说 植物是用来给他们躲藏增加安全感的 所以真假均可 我用的都是真植物 主要是为了提高湿度 另外多说一句 我图省事用的是绿罗 大家都知道这东西虽然常见 不过是微毒 有的龙有啃食植物的毛病 如果个体娇小的话 物食很可能有麻烦 所以如果你家龙喜欢啃叶子 最好选择一些安全性较高的植物 内部环境安排好了就要说最重要的温度 湿度和光照了 必备灯具还是一样 白天加温的UVA 日间温度保持在27-29度 不要超过31度 夜间加温的夜灯 将夜晚温度控制在24-26度左右 在这里要注意 营造昼夜温差至关重要 尤其是夜间 一定要把温度给我降下来 夜晚是龙体内饱水的过程 夜间过高的温度 很容易让他们睡着睡着就脱睡了 除了加温设备 你还要配一个UVB灯 帮助他们自身合成维生素D3 更好的吸收盖 但是对龙来说 UVB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 虽然他们需要UVB 但却对其十分敏感 太强的话很容易造成瞎子 所以选择用祖妹的13瓦5.0即可 切记 照射距离不宜过近 保持在30余米左右 时间也不宜过长 每天7-9小时 记得按时开关灯 最后要布置的就是湿度和饮水了 你可以直接用喷壶 但我建议你装一个自动喷林 七彩不喜欢非常潮湿的环境 所以喷林没必要一天喷8次 次次尿不尽 喷林的目的是模拟自然降雨 给龙提供饮水并帮助他们吸眼 所以每天喷一到两次就够了 但每次都要足量喷5到8分钟左右 就像生活中下雨一样 没有谁家下雨30秒就停 一天下十次呢 环境不止好就可以把龙放进去了 日常来说七彩都是单独饲养的 魂养早晚缺胳膊少腿 刚到家的话静养两天再喂食 不要老管他 让他们自己熟悉环境 喂食的时候找一个小塑料杯 把食放进去就行了 有的龙比较胆小 可能会等你离开才赶出来吃东西 所以你不要老鼠在他旁边担心的不吃 你在他旁边的或许连饭都吃不下 每天检查一下吃的怎么样了 把没吃完的食物清理一下就好了 当然如果你不幸遇到一只野生个体 我推荐你把虫撒在箱子里 让他们自由捕食 否则他们根本不屑于你那个破碎料杯子 最后记得龙虽然饿几天没事 他最好每天都要吃饭的 而且大概5到7天补盖一次 把盖粉撒在食物上即可 食物要多样化 圈圈杜比亚 樱桃 大麦虫 君客 还有就是别忘了 每天按时开关灯 每天记得喷水 听起来似乎很麻烦 其实就是很麻烦 不过有个办法 倒是可以让养龙简单很多 我要开始装逼 你可以买一个爬顿管家 智能温控系统 把所有的设备连接好 这样就可以直接用手机控制了 即使你在上班在旅游 也可以控制你的箱子 按时开关灯 按时喷水 如果手机控制你都记不住 也可以设置成自动 到了时间 手机会自动连接爬顿管家 自己就搞定了 最后预告一下 周日也就是26日下午2点 楼长会在B站直播 橙子老师的爬虫造景主题酒吧 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咱们留个悬念 具体的等到直播那天再说吧 人多的话 说不定你们的小姐姐 还能冒泡呢 之前的活动 送给粉丝爸爸们的爬顿管家 楼长正准备发货 具体使用方法 我会出视频给大家讲解的 啊 磨叽了 这么久的嗓和冒烟了 各位看官点个赞再撤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